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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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日系的妆容我选择了珊瑚橘的唇膏 我觉得这个颜色的话特别清新自然 比较可爱 日系妆容的话腮红一定要涂得够粉嫩哦 这是新年之后的第一个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 接下来是韩式姐姐分的一字眉 一字眉的话是偏细长一些 我一样是先用眉粉进行填充 这样的话会更加自然 前两年的话很流行这样的一字眉 但是最近的话韩剧也会稍微带一些弧度 今年过后大家要努力工作哦 我应该要到月底才能恢复一周两个视频 让你们久等了 韩妆的话我选择了染唇液 染唇液的话上色更持久 我涂成了咬唇妆 这样的话更有韩国美眉的感觉 对了你们更喜欢我哪种类型的眉毛 记得一定要弹幕哦 我之后一定会看弹幕的 么么哒 接下来是英式粗眉 这是我第一次画这个眉毛 太有挑战性了 依旧是先用眉粉进行填充 英式粗眉的话一定要画的宽一些 其实我搜了很多图片才画出这个眉毛 接下来用的是眼线笔 眼线笔进行勾勒一下 因为英式粗眉的话是有一些自然 眉毛是偏杂乱一些 口红我选择了禁忌之吻的12号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跟眉毛更加搭配哦 我还是第一次画这样的眉毛 日常还是不要尝试了 最后一个是欧美的眉毛 欧美的眉毛眉骨要偏高 眉头要比眉骨低很多 所以要往上画 我一般很少画这么高条的眉毛 所以这一次的话也没有画的过于夸张 我知道很多宝宝都喜欢这种欧美的眉毛 我最近也很喜欢 因为整体的话会比较有气质 我这么努力的在挑战画眉毛 你们一定要多鼓励我给我多弹幕哦 这次还选择了眉毛羽衣 衣饰可以使眉毛的颜色保留时间更长 而且还可以让眉毛有一定的走向 欧美的眉毛跟正红色是最配的了 超级有气场而且很有气质 我非常的喜欢 视频就要结束了 再跟视频就要二月底了 让宝宝们久等了 之后的话我会去日本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也叫Ruby又西 我会在微博上发一些旅游攻略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点一下赞 还有记得收藏和投币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周三和周六更新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